哈嘍大家好我是野 那這部影片主要是跟你講清楚有關雷姆他在26域跳血甚至是秒亡的事情 那這部影片除了右邊兩點我已經寫上去的重點一定要注意之外呢 還有我講的話你也要認真聽 因為這也會影響到傷害 還有你能否秒亡 那首先是除了右邊兩點之外呢 還有一個很關鍵的果實叫做江命消減 那江命消減除了可以消王的血量降低一點門檻之外呢 還最關鍵的作用其實是讓王憤怒 那比方說你看像現在道特嘛 開完SS王就變大怒OK 那就算過一回合變中怒啊 我們對敵人造成的傷害仍然可以有1.1倍 那大怒是1.15倍 不要小看這看起來一點點的加成喔 有時候這可能成為關鍵 但是因為基本上你小怪一定是用雷姆青 那在小怪被清掉之前你是沒有什麼機會對王輸出多少 那王自然也很難憤怒 不靠江命的話 所以如果你想要拿到這個加成的話呢 一定要刷江命好不好 那再來第二點是雷姆的果實 原則上雷姆的果實我不建議你們去刷加7000就是三童子 我會建議你們可以刷加5000 然後配速必殺這樣就可以了 原因是這個 其實你在影片裡面也看到了嘛 跳血門檻真的非常低幾乎是零 那 最關鍵的部分呢 其實還是如何能穩定的在王一能開到二階的SS 這才是最重要的 那以這部影片來說啊 我其實有在前面稍微存一點機 然後雷姆也幸運吃到沙肉才可以在王關開到SS 二階SS 所以這點還是要注意的 那所有條件都達成沒有關鍵傷你就看到 誒無意四千萬我們成功跳血了 OK那跳血事情就好辦跟打椅一樣 如果有用打椅的就知道接下來要怎麼做了 那如果你不滿足於跳血你想要在王一就出關 並不是不可能 但是這樣子幾乎就省不了文章 如果你 不要賽關鍵傷的話那基本上就是一定要綁文章 但是我還是會覺得你把文章上在甘露上面 讓前面好打一點其實就OK了 因為其實如果你只要成功跳血 那王剩下的血量 其實也不多 那就是收一下頭的問題而已 所以我覺得不用太執著於在王一秒殺這件事情 是不必執著的 那如果你問我說 這隻跟達一啊 哪一個表現比較好 我會說雷姆 因為我看過兩個人的傷害呢 雷姆的傷害其實是比較高的 那他門檻會是比較低的 比達一低 但如果你原本就有達一 你還是可以繼續用達一 因為現在有道特了 你想用達一跳血也不是什麼難事 那假如說你沒有達一 然後你26域又很難打 兄弟 機會就在眼前 好好把握 在雷姆加成的時候 一定要抽到手 知道嗎 一定要抽到手 這會 大大改變你26域的人生 好不好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啦 覺得這部影片不錯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那如果你有問題呢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問我 我會盡量回答你 那就這樣啦 我是雷姆 大家拜拜